Hello 各位同学,又是我DSC 数学联盟,继续来到我们的最后温书系列第七集 如果未看过这个系列的同学,也简单介绍一下是什么 这个最后温书系列会和你重温中一至中六,你整个中学生涯里学过的数学定理或公式 而这些定理或公式你平时会比较少用,可能考试时会因为忘记了而失手 这个定理会重温所有比较冷满,你平时少用一些陌生的定理 让你不会因为忘记了某定理而影响你的考试里面的发挥 今天我们会说什么定理呢?就是关于Log Log有一条所谓的换底公式,拉近一些CAM Log有一条换底公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平时你用Log,Default是10层底 例如LogX,如果没有写出来的话,Default是10层底 但如果题目现在给一个Log5层底,然后放一个X 那我们如何换成正常Log,即10层底? 其实是很简单的,很容易记 就是你先把5放在下面,X放在上面 所以就是LogX在上面,Log5放在下面 LogX除Log5,这就叫做做完换底公式 举个例子 现在有个Log20,接着可能是5做底 其实这个就是Log20除Log5 好吗?很简单 很简单,本身在下面的5字,就放在下面 Log20比起5来说是上少少 那么就把Log20放在上面 还有不说不知,原来换底公式是可以用计数机来计 这里就是Log5做底,就是Log20 Log20除Log5,按出来就叫做1.86多 数值是什么不重要,认住就OK了 原来Log5做底20是可以用计数机来计 Log5和Log20都一样会计 都是1.86多,所以原来是可以用计数机来计数 OK,但是这个公式是不完善的 如果你打开任何一本的教科书,我相信也有这条公式 但它在考试的角度还未是很完善 真正最完善的版本是这个 LogA做底B 是可以等于LogC做底B 除以LogC做底A 无端端有些A,B,C是什么 其实是这样的,我用人话来说 我们先不要理会公式 通常学数学,如果直接看公式,你会很害怕 因为太多英文字母 我们先用人话来说 当我们面对一个不是10做底的数 然后你想换底 如果你想换成正常10做底 那没问题,用本身的公式已经做到了 但我如果想5做底变成8做底,那又怎样呢? 我不是想要回10做底的Log 我是想由5做底变成8做底,那又怎样呢? 其实都可以计算 如果Log5做底,接着可能放个20 但你现在想的数 看不看到?可能拿近一点 Log5做底,然后20 可能你现在想把它变成8做底,那其实都可以的 上面这个会变成Log8做底,然后20 下面这个会变成Log8做底,然后5 其实这样都可以的 即是你的换底公式不一定是换成10做底 你可以换成其他数做底也可以 这个就是换底公式的比较详尽的版本 好,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如果觉得这段影片帮到你的话,记得给个like我 然后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下集影片一推出的时候,你就可以即时收到通知了 我们下集再见,拜拜!